大家好啊 今天是星期五 我刚刚睡了一会儿 我睡了一会儿 刚醒 然后现在呢 我就要化个妆 等会儿要去跳舞 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在哈尔滨跳舞 因为马上要回家了 我昨天买了回家的票 对 还剩四天 对对对 还剩四天就要回家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好想赶紧回家 好想赶紧离开我们学校 真的迫不及待 真的迫不及待 现在赶紧化个妆 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左右 按理说应该已经快六月了 已经快夏天了 但是呢 哈尔滨它就像刚刚入春一样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 可以穿短袖 那是那个杨树还是柳树 它们是刚开 所以现在在室外 那个杨树还是柳树 它们就一直飘荡飘荡 很脏 很不喜欢 那个树好看是好看 但是我真的好讨厌 那个树树 你就会粘到你的头发上 还是衣服上 特别脏 啊 难喝 库迪的这个它叫啥 潘帕斯兰耶 库克兵 不推荐 不好喝 嗯 菜为了 它这个蓝色的那个咖啡还行 咖啡倒还行 但是这个如果光这个蓝色的 这个水的话就不好喝 就像就像你在喝糖水一样 不推荐 我现在在我们学校 基本上天天一杯咖啡 把它算是 因为 首先它便宜 现在那个库迪整天9块9一杯 就比奶茶又便宜一些 而且奶茶吧 它里边有芝芝末 芝芝末就对身体不太好 而且会特别容易发胖吗 还是啥的 但是咖啡会相对好一些吧 应该相对好一些 所以现在就天天喝咖啡 我其实更喜欢瑞幸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瑞幸 就是酷迪 所以就要只能买酷迪了 酷迪的那个生烟拿铁 我觉得它和瑞幸的不一样 酷迪的它的咖啡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豆子都是深烘的 就是说的是焦香 但是我觉得烘的有点过了 它就是有那种很焦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这种 但是没办法 就像这样了 酷迪的那个生烙拿铁 还是挺好喝的 然后深烟 我喝过一次 就觉得踩雷了 不如瑞幸 不过他俩 这两家 现在不是在商战吗 他们俩商战的话 设议者就是消费者 特别好 我现在整天看瑞幸 给我发券 每天9块9 9块9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嘛 所以买不了 但是他给我发9块9 我就想想当时我在杭州的时候 每次买那个生烟拿铁 都要花14-15块钱买一杯 现在只要9块9 就嗯 我就希望这种商战多来一点 反正受益的是我们消费者多好 外窗帘拉着了 刚刚太晒了 我变得阳光太刺眼了 所以现在光线会稍微暗一些 最近在学校我感觉 就是零毕业这段时间 根本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嗯 就会花很多钱 因为比如说我们拍毕业照 我们集体毕业照 竟然花了我们40块钱 你们感谢 40块钱 集体的那个毕业照 然后最后拍出来 丑得要死 我的天哪 那天也不知道 太阳比较大 还是风在吹 反正 那个最后的那个毕业照出来 我们很多人的眼睛都是眯着的 都是这样的 好无敌 然后就这样的照片 拍的丑不辣的照片 还要我们40 我真的觉得 现在学生的钱这么好赚吗 真的不觉得很过分吗 可以直接抢钱的呀 然后我自己还找了月牌 也花了一些钱 但是也不是很多 也就花了70块钱 找了那个月牌 还挺便宜的 说这些 我们还要给老师买礼物 也就是搬费呀 凑凑 又花了一些钱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跟朋友出去玩啊 这个会花很多钱 那有 有些朋友 因为我们 这可以说是 最后再洗玩的机会了吧 所以最近就是 把自己关系比较好 能约的朋友都约了个一遍 就出去玩 吃饭 什么聊天 然后那出去一次 基本上至少要花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就没有了 所以最近这几天 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然后再加上 我又买了飞机票 然后昨天还把 那个衣服游回家了 所以现在就是非常贫穷 不过我发现 淡季买飞机票 真的很便宜 原来如果是开学机 并且是那种 放寒暑假的时候 飞机票一般都是 八九百 七八百这么价格 但是现在一般都是三四百 然后我的那个飞机票 也是四百多 就买了 寄东西 我跟你们说 寄东西这一块 我真的好震惊 好便宜 它比我想象的要便宜多了 我寄了两大包东西 一个是不到二十斤 一个是二十多斤 两个加起来 从黑龙江寄到我们家 才花了八十八块钱 八十八块钱 就很牛 我记得我在寄之前 还专门上网 看了看攻略 也说要怎么寄便宜 然后还在淘宝上关注了一个什么 就是 带下单的那种淘宝店 就是说在那里会很便宜啥的 当时是先找了他们 然后他们给我估算的价格是一百五十八 多退少补 本来都已经说好了 我都已经付钱了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司快递公司不能进来 就给我安排的 因为是校外的那种嘛 他们没法进我们校园 所以就算了 就取消了 然后呢 那因为在网上找这个没成功 所以我就找我们学校的快递直接想寄了 我们学校的快递特别有意思 他们不是有很多家吗 什么运达呀 菜鸟啊 神通啊 这个顺风啊 他们都在竞争 他们在我们这个毕业年级浅室的下边 扎那种小棚子啊 他们都有扎 就是为了竞争嘛 就是想那个挣毕业生的钱 然后他们就扎了一个棚子 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他就在我们公寓楼下嘛 我们直接把那个行李拿下去就行了 然后他们直接现场称重 就直接现场挤走的那样 那当时我就下楼 我想随便找一家快递公司寄了嘛 在对比价格 我先看的是顺风的 正当我看着的时候 顺风那个摊位没有人 然后这时突然从旁边走过来了一个人 他问我 你是不是要寄快递啊同学 我说是 他说你要寄哪啊 我说我要寄哪 然后他说 那你用我们的寄吧 然后他就把我领到了他们菜鸟的摊位 就是在抢生意 然后我问他 寄的话多少钱呀 他说那个手重是八块钱一斤 然后之后的每个美金的重量 就是一块钱一斤 这真的好便宜 然后最终我两个大包裹 都寄出去了 才花了八十八块钱 哇 天哪 就是比我想象的要便宜多了 因为我 一直以为就我寄东西 应该会至少得花个一二百的 但没想到 用学校的快递这么便宜 所以 就是一个经验 所以幸好 之前在淘宝上下的那一道没成 不然的话我就是多花 大几十块钱大圆种 所以经验之谈 我感觉就是 首先你要多对比几家 其次就是尽量找校内的 因为校内的反正可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便利还是啥的 他们就会更便宜一些 而且在学校的也比较方便 可以先找找学校的 如果太贵了的话 就在看其他的一些公司 什么什么 代下单了什么 之后再看那些 就会比较好 会比较省钱 我昨天就一直在收拾东西嘛 把那两大包东西给寄回去了 寄回去了 基本上全都是衣服和书 我就闹了闷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 我的天哪 这那些衣服 年少不懂事 买好多衣服 但是使用率其实很低 就买了很多那种平常不太不会太经常穿的衣服 所以很多衣服其实买过都闲置了 但是丢了的话又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都寄回家了 回家再看吧 然后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 就发现我的柜子里有好多都没用过的东西 就什么擦鞋的那种湿巾纸 专门擦小白鞋的湿巾纸 没用过 然后那个垃圾袋也才用了 不知道两卷吧 还剩好几卷了 那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要咋处理 扔的话很可惜 但是卖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 一两块钱 没懒得折腾 所以现在就他们还放在我的寝室里 到我走的那一天 如果还没办法的话 就直接把他们扔了吧 直接把他们放到厕所一瞬间 看有没有有缘人把他们捡走 反正毕业了 就是会扔很多东西还挺费的 上睫毛 涂一下下睫毛 这个都快用完了 我感觉 这个叫什么 配染的 这个 我快用完了 要选择买个新的 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 有什么好用的吗 给我推荐一下呀 肩膀膏 不运的那种 这个也挺好用的 但是我就是想再换个 体验一下不同牌子的什么感觉 今天的眼睛看起来还挺大的 我眼睛像通灵 通灵通灵 好吧 这怎么画了 跟没画一样啊 是我下手不够重啊 就知道了 真的画得跟没画一样 打个腮红 我买了这个腮红前几天 磕了一下 它掉到地上了 然后它现在 就像这里的一个小东西被摔断了 然后现在它就合不上 你看它是这样的 它之前都是咔哒一声就能合的了 现在合不上了 好心疼 嗯 现在要痛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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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下手重了呀 好像有点重啊 光线不行 我得还还得把这个窗户拉开 我希望现在窗外的光线会稍微淡一些 那个阳光不要太刺眼 还挺刺眼 但是能好一点吧只能说 啊这个光线一进来 我的脸上的光线就非常不晕了 好屁股 ok ok 我手了我手了 我手了 涂个口红 什么口红呢 涂谁呢 哈 涂哪个呢 我每次找都要找好久啊 这扒拉好久才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真的是很无语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好吧现在得整头发了 整个啥发行了 那就还整个变了吧 我这几天一直在循环泰勒的那个folklore 这张专辑 为什么呢 因为前几天我无意中刷到了 就是泰勒他在创作folklore 这张专辑的一个幕后历程吧 就是一个纪录片 一个多小时 我竟然把它看完了 然后看完的话就了解到了很多那种歌的故事 他的什么幕后创作啊 然后他讲了什么啊 表拉作者的哪些心理活动 这些 然后我就觉得哇之前因为也没有稀看歌词 一般只听旋律嘛 看完歌词我觉得是写的太好了 太美了 那个词写的 这两天就一直在循环 觉得很不错 非常推荐folklore 这张专辑 对于欧美圈这边 我一般就只看他的作品 一般就听歌 或者是看电影 看剧之类的 但是不太会粉人 我小时候可能粉过人吧 但是长大了就感觉 其实如果你只粉作品不粉人的话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真的 因为你就听他的歌看他的剧嘛 然后也不关心他们的私生活怎么样 他们跟谁又私逼了 也与你无瓜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爽的 反正我现在就是欧美圈的作品粉吧 可以这样说 好了 我化完妆了 我收拾好了 现在就去跳舞了 拜拜 我回前市了朋友们 现在已经9点多了 刚刚回来 今天是我在我们的舞室跳的最后一次舞 以后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要离开哈尔滨了 但是我真的一定会想念这个舞室的 这里真的很好 我感觉教的也很好 氛围也很好 灯光也很好 反正都挺好的 我真的一定会想念的 今天我们听到那个舞室 瓢仔饭的那个 All I Wanna Do 这首歌嘛 然后我们老师跳的时候就说 你跳的时候 不要把这首歌想象成瓢仔饭的 这不是瓢仔饭的歌 这是你的歌 跳的时候就抱着这样的结心 就这样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All I Wanna Do 这首歌以后就是我的了 不是瓢仔饭的了 以后你们听到这首歌 就知道这是我的歌 理解在世 我在回来的路上 还买了一些吃的和喝的 等会就要吃东西 然后卸个妆 等会就要睡觉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